大家好,我是歐瑪,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被鎖在國內 那歐瑪就是上山下海,或者是全部的人都聚集到最有趣的市集,有趣市集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他的創辦人Daniel,那Daniel跟大家打個招呼 歐瑪,以及大家好,我是有趣餐飲行修的Daniel,我們是負責有趣市集 有趣市集是一個以餐飲為主的市集活動 其實我們的市集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我們有那個主題 有那個主題之後呢,來餐飲的店家 他必須根據我們的主題,來量身訂造,設計,打造獨特的餐點 像你們這次花朵萬聖節的設計嗎 真的是很震撼 謝謝 謝謝,這一次的人潮真的多到了,讓我們自己都有點嚇到 但是就像Oma說的 其實我們很 我們會定義一些遊戲規則 讓店家來遵循 譬如說你可能要做出萬聖節 符合這個萬聖節主題概念的商品 你的餐點 你的飲料 都要有 你整個氛圍的布置 畢竟它是一個節慶 一個夕陽的節慶 再過來所有的工作人員 可能也要做萬聖節的打扮 所以我們的攤商朋友 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非常努力的 像我們有 餐車是我們的好朋友 餐車老闆們自己做 萬聖節裝飾打扮的比賽 我們之後才知道 他們自己 對 所以我就說 我很感謝我們這些 餐車啊 攀商的朋友 其實他們很珍惜 我們所在有趣事集所 所授賞出來的氛圍 那我覺得大家一起去努力 所以等下我們得到一個很好的 一個合作關係 很好的一個信任的一個合作關係 嗯 我覺得 我覺得做餐飲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就是 我常常跟人家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在家如果我煮的意大利麵呢 就只有我女兒工廠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 我要拿出來外面販售 我要跟別人有金錢上的對價關係的時候 我就必須面對一個考量是 我做的東西到底好不好吃 就是 畢竟你要賣錢 人家拿錢付給你的時候 你可能要有一些基本條件 你自己去做到的 那像我們在這一次市集活動 因為這個佩服萬聖節的主題 我們這個經濟萬聖節 也有所有的店家很努力 然後也 也蠻幸運的 之前有蠻多的媒體幫我們做了報導 哇 現場來的人潮 真的是有點突破我們的意料之外 那也發生了一些問題 然後 也發生一些以前被發生的問題 譬如說 可能店家第一天就把他第二天準備的料 全部都用完了 賣事好好 對 對 然後還有可能是他們自己民生的 需求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啊 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啊 這都是我們這一次突然間發生 發現的一些問題 那還有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開放空間 我們在人流的掌控上面 事實上就有面臨比較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還用紅龍啊 搭配大聲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不論是個人的人身安全或財務的安全 我們都希望大家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 能夠享受我們提供的這種 比較屬於休閒風格一些的市集分裏 做市集啊 講一些餐飲市集 它的收入來源啊 除了就是把攤位出租化 那還會像有什麼其他的銀行 有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很多種 呃 舉例叫做加架構好了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譬如說 嗯 你買了一台汽車 接下來你要改裝升級 譬如說 對男生來講 輪框要大一點 好啊 OK 那你就加架構 那加架構當中 我們可能就有一些利潤可以產生 再過來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市集裡面呢 事實上 我們跟攤商是一個 我認為就是 合理的收費它才會長久 對 我的想法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呢 我們把環境場域做得很 很受歡迎之後 攤商朋友可以賺到錢 那我們也可以在 從空間可以分到比較好的利潤 這是我們未來希望能做的 那當然另外有一個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找贊助商 所以一個贊助商呢 就是品牌 我的意思是說 品牌它需要有曝光的機會 那我們在現場呢 我們的目標課程大概是 25歲到45歲 上班族的都會男女 那這些背後呢 隱藏了很多很多的品牌 譬如說 可能有汽車的品牌啊 可能有家銷品的品牌 可能有電子產品的品牌 可能iPhone就可以來我們這邊辦活動啊 像賓士汽車有個小車車可以在現場做展示 好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很重要要開發的對象 它是我們一個很未來一個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就是品牌贊助 我想你的品牌 在我們的場域有機會 在兩天的過程中跟幾萬人做互動 所以這當然跟妳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廣告效益 所以這些部分會變成是有趣事集 有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我覺得你們很聰明耶 因為你們可以針對 比如說要來贊助的這個品牌 然後去跟你們的餐飲去做結合 是 比如說針對要來這品牌 有推出一個特別的 就是為他設計的一個餐飲 所以這個真的是兩邊都是互相有一個加成效果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像歐馬講的 就是說我們在做這種餐飲四級的活動啊 也許我自己是學行銷的背景 然後自己也開過幾間餐廳跟朋友做餐飲啊 酒吧啊 甜點專賣店啊這些 事實上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比較站在 從行銷的角度來看 餐飲到底需要什麼 這也是我們當初我們幾個朋友 我們有廣告公司的朋友 美食部落客 我們幾個要組成的這一個有趣餐飲行銷 當初的一個初衷 我們希望呢能夠讓餐飲的朋友 更重視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們希望呢 我常常會都來參加餐飲四級的夥伴 告訴他們 在我們的四級裡面你要怎麼做 是對的 你的招牌 你的餐品 你的定價 你的總費可能不要太多 然後你可能要想想看你出餐的時間的速度 這些東西都有關 所以進去順便給你們調整一下 希望啦 就是說針對四級的部分 畢竟這是我們的場域吧 他們比較能夠理解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在場域的時候呢 我常常跟他們講 你不只要賺到錢 我希望你能夠賺到名 意思就是說 在現場你想想看 有幾萬人可以認識你的品牌 那我也會跟他講說 現場四級所有的客人都是大家的 誰有本事 在現場你可以賺到錢 誰有本事 你可以讓這些客人 現場的人 可以回到你的店裡面 回到你的餐廳做消費 我覺得這是我非常非常樂意 幫大家做這個媒合好了 我們可以這樣講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在現場有足夠的消費 第二個 你可以讓你的品牌 有很多的曝光 建立你的品牌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覺得 有趣餐飲行銷 希望能夠幫餐飲業朋友做的事情 總結跟Daniel的採訪後 有趣市集是一個三方多營的商業模式 對消費者來說 可以糾團呼朋飲伴 一起去品嘗美食 對攤商而言 嚴選市集帶來人潮 而且在有創意的操作下 大大的把知名度打開 對地主來說 人潮就是前潮 資產也隨之水漲船高 市集已成為資產活化一門獻學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